据说同时吃下曼陀斯和可乐就能撑破人的肚子 而网上就有这样一个猛男 想要模仿张国伟的龙溪水 他在吞了几颗曼陀斯后 紧接着狂喝了一瓶可乐 最终他的胃被胀破而住进了医院 为了验证可乐产生的气体是否能将人的胃胀破 凯莉向前男友借来的新鲜猪胃 但实验前他们需要将胃里的奥利给清理掉 而这上头的气味让三人大吃一惊 擦干嘴巴后凯莉用烧瓶配置了一些酸性溶液 并将其灌入了猪胃中 以此来模拟人体的胃酸环境 随后他们在猪胃的上方接上二合一的管子 而在实验时 他们会通过上方的管子分别灌入可乐和曼陀斯 为了让放进去的曼陀斯同时发生反应 他们先用磁铁吸住前面的罗帽 通过抽掉磁铁的方式让曼陀斯一次性掉入猪胃里 最后关闭所有管子的阀门 让曼陀斯和可乐充分发生反应 可这样到底能不能将猪胃涨破呢 然而当托瑞灌入一整瓶可乐后 猪胃就已经开始膨胀 随后格兰又将七颗曼陀斯放了进去 但几分钟过去 猪胃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难道是胃酸改变了可乐与曼陀斯的反应吗 为了排除这个干扰 他们决定将曼陀斯放入 掺有酸性溶液的可乐中 而在到可乐的时候却发现了问题所在 因为可乐在灌入猪胃的时候 就已经流失了大部分二氧化碳 导致无法继续和曼陀斯发生反应 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计划 将猪胃直接套在可乐瓶上 然后再放入曼陀斯 这样就不会因为倾倒而流失二氧化碳了 可这次实验又能否成功呢 当凯莉松手将曼陀斯放入可乐中 瓶子里瞬间产生了大量气体 很快就将猪胃撑了起来 直到仗得像个气球 但最终还是没能仗破猪胃 显然可乐和曼陀斯产生的气体还不够多 为了让气体撑破肚子 格兰决定用高压气罐直接对着猪胃冲气 看猪胃到底能被撑多大 又会不会像炸弹一样爆开 当格兰接通气管 强大的气压立即将猪胃撑得像个气球 并且越来越大 直到破开一个口子 虽然没有想象中爆开的效果 但气体确实能将胃涨破 不过可乐加曼陀斯却达不到这种效果 那么曼陀斯为什么会和可乐发生反应呢 原因就是可乐中存在大量二氧化碳 而曼陀斯表面有许多小孔 这些多孔的结构在可乐中 就会形成无数的气核 使得二氧化碳附着在曼陀斯的表面 从而生成无数的气球 并且曼陀斯的密度比可乐大 在下沉的过程中积累大量气体 所以就从瓶口喷出来 这就是成河效应 虽然可乐与曼陀斯产生的气体 不至于将胃涨破 但这样的做法同样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尝试 据说如果炸药被水泥封住 爆炸的时候就会失去威力 而电影中就有过这样的情节 恐怖分子将装有38公斤炸药的面包车 停在了市区 为了压制炸药的杀伤力 主角将14吨水泥灌入了面包车里 而当炸药爆炸时 周围并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难道水泥真的可以抑制爆炸的威力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亚当背着老丈人将他新买的面包车 带到了实验场 并决定用他们进行爆炸实验 看同等炸药剂量下 在空车和灌满水泥的车里 哪种爆炸的威力更大 而实验将分成两组进行 首先进行的是空车对照实验 亚当按照电影中的场景 将警车布置在相同的位置 而吉米则将38公斤的炸药 安放在车厢里 本次实验将从两个维度 来对比爆炸的威力 第一个是测试爆炸弹片的杀伤力 由于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他们只能将木制甲人 布置在距离汽车9米的圆周上 通过捕捉弹片的数量 来衡量爆炸的威力 而另一个维度 就是测试冲击波的压力大小 因为爆炸能量 大多数是以冲击波的形式传播 只要将这种压力传感器 放置在不同距离的位置 通过电脑就能计算出冲击波的大小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防爆屋按下了起爆按钮 强烈的爆炸下的两人虎曲一阵 汽车也在瞬间被炸得灰飞烟灭 而周围的甲人更是无疑信念 甚至连76米外的压力传感器 也遭到了破坏 整个爆炸的碎片 区域半径达到了205米 显然这样的威力远超他们的想象 那如果在车内灌满14吨水泥 效果又会如何呢 这次他们决定用导演的爱车进行测试 并将同等重量的炸药分成两份 分别用木桌固定在汽车的中央 以此避免炸药浮出水泥 同样在周围布置好甲人后 他们开始往车厢里浇灌水泥 这十分下饭的场景 让亚当忍不住要大吃一惊 但很快几米就暂停了实验 因为木桌下面的炸药被水泥冲了出来 而此时水泥已经灌满半个车厢 导致他们无法打开车门 为了实验的顺利进行 锦里聚开了车厢的木板 并缩使亚当钻了进去 因为车厢里的温度 已经达到了让人窒息的65摄氏度 亚当重新调整了炸药的位置 并用木板进行了加固 当14吨水泥全部灌满之后 整个车厢被压得趴在了地上 为了避免水泥凝固影响实验效果 亚当立即按下了起爆按钮 但让人大跌眼近的是 38公斤炸药的爆炸效果 居然和电影中一样 周围的假人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难道水泥真的可以抑制爆炸的威力吗 可就在他们收拾现场准备收工时 亚当意外在水泥中发现 没有引爆的炸药 原来导报所脱落 导致只有很小部分炸药被引爆 于是亚当向朋友借来一辆新的面包车 他们决定重新开始实验 而为了保证炸药成功被引爆 吉米用木板制作了一个炸药箱 并且固定在车厢中央 当水泥重新灌满车厢后 他们再次开始引爆炸药 这次爆炸的威力是否会被水泥抑制呢 随着一声巨响 汽车被炸得粉身碎骨 中间只剩下一个弹坑 假人也全都变成了残枝断壁 很明显这才是它的真正威力 而通过和空车的爆炸进行对比 被水泥封住的爆炸在水平方向 并没有明显的冲击波 碎片散落的区域也不到之前的一半 所以水泥并不能一直爆炸的威力 只是改变了能量释放的方向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给汽车装上方形轮胎后 行驶速度会更快 并且在一定速度下比原形轮胎要更稳定 难道我们都被骗了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吉米决定用导演的新车进行测试 并打算为其做四个方形轮胎 但设计这种奇葩形状的轮胎并不简单 两人深入浅出的交流之后 最终得出了完美的设计方案 他们在轮毂的中央和四角处进行了加固 以此来抵抗方轮滚动时产生的冲击 为了确保轮子更加坚固 两人以手工焊接的方式开始组装 而在安装轮胎的时候 却发现怎么也塞不进去 他们只能换上更大尺寸的轮胎 最终才完成方轮的制作 随后他们来到了空旷的实验场地 为了准确判断汽车的平稳性 他们给汽车不同部位安装了振动传感器 通过电脑就能监控汽车的抖动情况 首先进行的是正常轮胎的对照实验 测试开始后 汽车平稳地驶过了测试路段 两人感受到舒适的驾驶体验 而传感器也显示整个过程振动非常小 接下来他们给汽车换上了方形轮胎 为了避免振动造成事故的发生 他们穿上了防护衣 可刚启动汽车 两人就感觉到强烈的颠簸 而随着几米的加速 车轮转动越来越快 整个车身也逐渐开始平稳 但并没有持续多久 汽车就突然停了下来 亚当下车查看才发现 原来后轮车胎已经脱落 通过传感器反馈的数据可以看到 在汽车加速的过程中 车身确实变得越来越平稳 所以方形轮胎是有可能平稳行驶的 但最好提前上完厕所 否则可能会被震的大小便失禁 为了让方轮汽车更加平稳行驶 他们对实验进行了改进 为了让方轮汽车行驶更加稳定 亚当决定改变轮子的角度 因为这样就能增加顶点着地的数量 从而让汽车更加平稳 他们想到了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是把对角轮胎旋转45度 而另一种是将每个轮胎错开22.5度 于是亚当制作了一个汽车模型 并决定先进行小型测试 而通过实验对比他们发现 当对角轮胎旋转45度时 模型小车行驶更加平稳 但方案运用在真车上 结果又会怎么样吗 下面他们再次来到试验场 并将对角轮胎旋转45度 当汽车启动时 虽然感觉到剧烈的震动 但明显比之前更稳定 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汽车也逐渐平稳 但最终轮胎承受不住压力 全部脱落了下来 事实再次证明 在正常路况下 圆轮才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如果是松散的坡道 方轮会不会比圆轮更实用呢 因为方形轮胎 与地面的接触面更大 对地面的压力更小 这样就不太容易陷入泥土中 并且顶点会扎进泥土里 从而支撑汽车前进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此他们在粉丝家的菜园子里 堆起了一个斜坡 用来模拟陡峭的山路 看圆轮和方轮汽车 谁会冲得更远 首先测试的是圆轮汽车 虽然亚当极力控制汽车的油门 但最终还是停在了半坡中 然后他们换上了方形轮胎 随着几米的加速 汽车冲到了圆轮汽车的位置 但最终也没能继续向前 所以方形轮胎完全就是鸡肋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二战时有个倒霉鬼 从飞机上掉了下来 当他要砸在火车站的玻璃屋顶时 刚好站内发生了爆炸 强烈的冲击波缓冲了坠地的速度 最终他幸运地落地并摆了个POSE 为了验证爆炸冲击波 是否能降低下坠速度 托瑞和凯利决定先进行小型测试 而测试中将用汽车安全气囊代替炸药 并且使用千球来模拟倒霉的士兵 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能否降低千球下落的速度 凯利在上面贴了不同规格的震荡感应贴 通过查看感应贴断裂情况 就能对比千球落地的冲击力大小 但实验需要两人配合默契 而通过多次尝试 始终没能让爆炸与千球的下落同时发生 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方案 并且在屋顶上放置了一块玻璃 以尽可能还原真实的情况 重新布置好后凯利再次释放了千球 这次气囊在千球落下的同时发生了爆炸 将玻璃炸成无数碎片四处飞散 但同时也将感应贴弄坏了 这就意味着不能通过感应贴来 对比千球的下落速度 为此他们在不引爆气囊的条件下 再次进行了测试 通过高速相机的对比可以看到 两次千球落地的速度几乎是一样的 显然爆炸并不能减缓下落的速度 并且爆炸产生的玻璃碎片 足以造成致命伤害 但亚当依然相信留言中的士兵活了下来 因为他怀疑测试中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 于是他们决定用450公斤炸药进行实验 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能否缓冲下落的速度 首先亚当根据当地的建筑特色设计了火车站 而吉米则用钢条焊接车站的框架 并在屋顶上覆盖了54块玻璃 随后他们找来一个巨型铁桶 并在里面塞满同等剂量的炸药 以此来模拟炮弹达到相同的爆炸效果 由于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吉米只能用假人来代替倒霉的士兵 为了能把假人精准地丢在屋顶上 实验时将用氦气球来代替飞机 并把坠落高度调整至150米 因为这个高度足以让人达到终端速度 而终端速度就是人在下落过程中 克服阻力达到的最快速度 最终假人会沿着导线掉落在装有炸药的车站 看爆炸的冲击波能否降低坠落速度 当气球充满氦气之后 吉米割断了固定绳索 差点就将吉米带上了天 重新绑定假人之后 他们再次释放了气球 当假人上升至150米高度时 所有人躲在了安全地点 随着倒计式归零 他们释放了高空的假人 在倒数6秒之后 炸药发生了剧烈爆炸 并且冲击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周围扩散 那么士兵真的能在这样的爆炸中幸存下来吗 后来他们在现场查看时发现 被炸飞的钢条像领带一样缠在了树上 这足以证明爆炸的杀伤力 如果人要是掉落在爆炸的上方 估计连扎都不剩 所以爆炸冲击波是不可能缓冲坠落的速度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